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江苏省长州博物馆 去看看中国南朝时期的画像砖 2009年12月 我们国保档案设置组来到江苏省长州市拍摄 在新北区市民广场的西侧 一座现代化的大楼矗立在路边 这就是长州市博物馆 冬天的萧瑟让这里又多了一分宁静 在长州市博物馆的展厅里 参观者在静静地欣赏着一件件文物 其中最吸引人们的就是众多的画像砖 画像砖及雕刻和绘画为一体 以石为地 以刀带笔 在秦代 画像砖随着墓葬制的发展而兴起 汉代发展到了顶峰 三国两进南北朝时期画像砖继续流行 随唐后逐渐衰落 在南朝时期 画像砖目有了一定的发展 并有鲜明的特色 江苏出土了大量南北朝时期的画像砖 长州就发现了许多画像砖目 长州博物馆的这批画像砖 都是南朝时期的 其中的人物画像砖最为生动传神 这是持剑武士画像砖 一个身材魁梧的武士 眉目清秀 体型鲜瘦 高耸的发际上插一只簪子 上身着宽秀开金衫 下穿宽松长裤 脚穿云头履 人物轮廓清晰 衣纹线条流畅 刻画得十分传神 这个侍女的发型 是当时十分流行的双蝴蝶发际 她上身穿宽秀开金衫 脚着云头履 右手所持之物 很像浮沉或如意 这个侍女手脱薄衫炉 侍女的双发际下垂 椭圆形脸 上身为开领宽秀短衫 双臂向上露出 袖口系两细带 长裙夜地 脚蹬高云头履 侍女左手脱薄衫炉 造型完美 富有生活情趣 这是飞仙文砖 由四块长方形砖 分段模印组合而成 飞仙头戴官室 面部丰满 手捧葫芦形镜瓶 官室和衣服的飘带 随风摇摆 体态婀娜挑逸 看着这些人物画像砖 不禁联想起 我们以前介绍过的 汉代画像砖 这是收藏在四川博物院的 汉代画像砖 这些画像砖画面构图简单 就用点线完全勾勒出了神韵 它的画面并不追求比例准确 而是以写意的手法传达出神韵 这种写意笔法 对后世的中国绘画艺术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的绘画就深受其影响 南北朝时期 壁画 漆画 画像砖 保留了前朝的艺术风格 但在创作上 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画家 如东晋的顾凯之 南齐的张僧游 北宋的杨子华和曹仲达等 其中顾凯之的人物绘画最为传神 他的落神户图 女史真图 都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画 他的画线条简练 紧静连绵 以线条之美凸显人物神韵 在当时成为一种风尚 在石窟壁画 画像砖 画像石等艺术形式上 这种线条的运用也表现得十分突出 收藏在长州博物馆的这批人物画像砖 画中的人物勾画用线简洁有力 尤其是人物的衣纹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有的衣衫紧贴身上 犹如刚从水中出了一般 也有的衣纹好似迎风飘逸 充满了动感 方寸天地间 献客运灵动 国宝档案 与您一起欣赏南朝画砖 除了众多的人物画像砖 还有许多栩栩如生的神兽画像砖 这块是龙门砖 它是由七块并列的长方体砖分段模印组合而成 龙昂首 嘴巴大张 灵活的身体弯曲成S型 呈现出凌空腾飞之势 这块砖上的虎看起来与众不同 体态似乎更加轻盈 它大张着嘴似乎在昂首长笑 显现出百兽之王的威武姿态 这是凤凰画像砖 在神话中 凤凰是神鸟 雄为凤 雌为黄 其总称为凤凰 这两组画像砖就是凤和黄 这是凤文砖 凤鸟为雄鸟 头顶有关 细长的脖颈 张开的双翼 呈现出昂首振翅的气势 黄文砖与凤文砖很相似 黄鸟的头上没有关 同样 它也呈现出凌空飞翔之势 千秋万岁人手鸟身文砖 是神话中的瑞兽形象 也是镇木兽的另一种形态 它人手鸟身 身着开金山 束腰 两翼张开 长尾上扬 似乎在振翅高飞 千秋万岁是千秋鸟和万岁琴的合称 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长寿鸟 这一对似鹿飞鹿的神兽是什么呢 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这个头上只有一只脚的叫避邪 避邪体态很像鹿 头上是独角 四体腾空 避邪与天鹿通常组合出现 这一块画像砖上就是天鹿 天鹿的体态与避邪相似 也很像鹿 只是天鹿的头上有两只脚 天鹿与天命鹿位有关 从汉代起就作为镇木兽使用 古人认为这些神兽既可以保护墓主人 也能带领墓主人升天成仙 在古代这些神兽画像砖代表了 人们死后希望灵魂升天的美好愿望 在今天这些画像砖却成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历史与绘画的重要实物资料 在江苏省长州市武进区发现了一座墓葬 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丝织品 格外野人捉目 那么这座墓葬中的主人是谁 为什么会出土这么多的精美的丝织品呢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